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8号 昨天我有收到一个网友 给我发问 他有知道说他要搬来巴拉玛 当然我是不知道他是 怎样的一个情况 大部分 就是有很多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外派要到巴拉玛 以我的朋友来讲 他们的情况是 公司会帮他负责 搬家的费用 所以一般他们就是装一个20尺的货柜来 比如说我的朋友从台湾 他们有一位朋友我昨天打电话给他 他总共前一后搬来巴拉玛五次 经验非常丰富 他的讲法是说我们用一般 正常的搬家跟这个 尝试来判断是这样的 以前运费没有这么贵 OK 那 所以他所要负贷就是搬家公司的费用 那搬家公司就是帮你打包你的 家具啊 你所要搬来的东西啊 衣服啊等等 放到货柜 他一般就是 因为避免走散货比较麻烦 他就是直接 那个 装一个20尺货柜 里面 装的 当然我想 一般人是不会装满的 可能都空空了 然后从不管是哪个地方 比如说有些外派的人员之前是在 外派的 地方可能是加拿大 还有从加拿大 运营到巴拉玛 然后 照理说是 他之后要搬走的时候 比如说这边工作三年要 回台湾 或是要调回日本 然后就要 再装位 装回去 但事实上 这边的确是会有一些 灰色地带 你怎么判断这个东西是 你自用的家具 或是 你的一些 东西呢 老实说 当然也有人就是买全新的啦 然后把那个外包装去掉 然后搬过来 那 小弟我的经验是因为我当时候从 台湾过来的时候那是28年前的事情 28嘛 1994年 讲错了 快28年27啦 我94年那时候从 台湾过来的时候 就只有把我的那个音响带过来 那 就 在高雄找了一家 在那个看 那时候的Yellow Page嘛 然后就 找了一家 公司 叫我爸 载我去 然后就把他 他帮我用木箱订好 然后就 用那个 国内的货运送到那个 一个供应商那边 他帮我 包关出口 然后在巴阿玛这边 因为我们在自由区有 有货倉嘛 那自由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放到那边 我再 慢慢的拿出来 那 我的情况就很简单 但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正常的判断 首先 首先第1个 搬家公司还有他的费用 在 就是说 比如说是在台湾 台湾 装柜的费用 然后到这边 卸货柜的费用 把他清关 那 最近 我的理解是 好像这个清关的速度比较慢 有时候他会 拖很久 那 再让大家工作速度比较差一点 就好像美国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治港的问题 但巴阿玛其实治港问题还好了 巴阿玛这边基本上 就是港口啊 运河这边都是还一些 照常操作了 就是这个问题倒是不是像美国那么严重 但 虽然疫情这个还是 不断的在 扩散啦 但是 基本上大家都已经非常的 就是说习惯 就是说 这个方面倒是影响不大 但主要就是要判断的是 运东西过来的这个运输成本啊 跟那个 一些曝光行啊 搬家公司的费用 怎么样子 巴阿玛这边整个国家 整体来说呢 进口税比周遭的国家要低啊 比起格伦比亚 格斯大利加 中央美作巴阿玛算是 这方面是比较 便宜的 所以 有些朋友啊 比如说他的经验是 他们要搬家的时候呢 搬家避免不了 会对你一些东西做一些 整理啊 比如说一些 不要 很旧的东西就送掉 可能 你该要换家具的时候 那你就可能就不用搬过来 直接在巴阿玛买 那巴阿玛这里呢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正常的想法 就是 货品的价格呢 有时是很相对的 因为我对 中国或是香港 的这个物价 不是很了解啊 所以 我个人的猜测是这样 还是要 Case by case 因为 有些家具 比如说 意大利 做的家具的话 那我认为应该 中国的价格 不会便宜吧 中国跟台湾的价格 因为进口 所以 可能比较高 很多障碍啊 再加上那个 利润抓的也比较高 但巴阿玛这边 有一些卖 这种 意大利啊 或是 西班牙的进口家具的 他也许 你在自由区买批发的 然后你再打税出来 当然这边会有一些贸利的地方 我就不多说啦 这大概可以 自行体会 那 我认为是 在 有些人就可能就是觉得 比较一下 当然 搬家的确是一个 比较要需要 稍微好好计划 那可能你也会犯错 因为老实说 没有人是搬家的专家嘛 我们也不是啦 那只是说用尝试来判断就是 你一定就是 你就特别有需要的人要搬过来了 那你就是在 比较一下这个他的成本怎么样 而且现在运费那么高 再加上这个供应链 购物店又这么不稳定 所以 巴拉妈买家具呢老实说 我没有很仔细去看 那 我认为 有些东西可能是会缺货 但是整体来上 因为经济状况比较差嘛 家具可能 可能 不是很需要的话 大家会 就是比较 因为 这个价格比较高 会买的比较少 也许家具店的生意 也不是很好啦 那 这也许他们的 不会把利润抓得很高 但是因为现在 货运的成本那么高 新来的货 肯定就 不便宜 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 都全部都是百分之百是新货嘛 那旧货的话 就现在就相对 就很划算 因为它是 旧的成本 现在疫情大概 快两年嘛 那我估计 因为家具算是 老实说这个市场 我也不是太了解 可能也许 还不是 没有反应过来 而且主要的 家具的成本 增加的部分 可能是从亚洲过来 不知道从 这边运到亚洲跟这个 从欧洲过来的这个 运费怎么样 那我相信这个要 好好的稍微比较一下 那我就想 提供大家这个意见啦 那当然我还要之后再继续 去研究一下 去问 长河海运的人员 看他们现在目前运费的状况 全球运费状况 是怎么样子啦 然后这个 搬家公司的这个收费 到底是如何啦 啊 还有 就是最近有人从 台湾搬过来 他遇到 怎样的问题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先挡到这么多 希望有人能够搬到你 因为 我用这个文字打字啊 我在下面留言 我打很久 因为我中文 输入很慢嘛 用这个拍个视频跟 回答这位网友 希望你会 得到一定的 程度的 启发啦 我觉得 做很多事情是自己要 Do your own research OK 因为老实说 网路上就很多资料 也可以 大家可以问 大概就是这样吧 那我希望 一切顺利啦 OK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